捷尼卡刚买完东西从超市出来 看到不远处的施工工人操作不到 导致对车库造成联动伤害 他找到包工头说明情况 包工头却认为他纯粹威严耸听 无奈之下捷尼卡之身闯入车库 警告众人立马离开 起料刚到地下二层 请客间车库传出巨响 尾随的包工头躲闪不及 瞬间被坠落的石块掩盖 直到杰尼卡醒来 地下车库已然沦为灰暗的废墟 包工头虚弱地躺在地上 额角处出现一指肠的血痕 杰尼卡健壮将对方的伤口摁住 避免流血过多 此时不远处传来声音 军事健壮搀扶着西装男走了过来 杰尼卡随即让军事武警包工头的伤口 向西装男索要西装和领带 紧接着取出小刀划破西装 将西装压在伤口处用领带扎紧 但是包工头的伤势太重 没过一会就去见了上帝 忽然一阵嘈杂声传来 杰尼卡等人寻声走去 毕男一女正在发生激烈争吵 金毛指责老黑偷车 老黑表示是想借用车上的对讲机求救 眼见两人越吵越凶 军事挺身而出劝阻他们 并安排老黑去查看有没有其他出口 军事征求金毛的同意后 立马使用无线电联系外界 并让金毛搜寻其他有用的物资 然而多次呼救没有半点反应 金毛着急了不管不顾的猛暗喇 突然又传来老黑的声音 直到众人赶到时 发现车内有一名浑身是血的中年男子 军事咬紧牙关奋力掰开车门 头顶处不时有碎石坠落 杰尼卡发现一样急忙叫停 他告诉众人这辆车顶着支柱 一旦支柱倒塌就会发生连锁反应 众人也将面临变成肉夹魔的危险 看着他一再坚持按照自己的要求 军事选择退步与他一起掰开车门 看着即将断裂的衡量 众人不禁屏住了呼吸 小心翼翼地努力下 两人终于拉开车门 军事抱着虚弱的男人离开轿车 杰尼卡借机询问情况 可中年男子说的那些话 杰尼卡愣是没有听懂 这时支柱已经处于坍塌的边缘 杰尼卡让大伙找来钢筋木材进行吻布 但军事竟别出心裁 决定从斜坡处挖条通道离开 两人的意见随即产生分歧 经过众人的投票建议 最终采纳军事的方案 然而就在挖通道时 老黑与金毛的矛盾爆发 杰尼卡上前温言劝说 中年男子却晃晃悠悠地来到电梯前 卯足竟想扒开电梯门 老黑见他神色紧张 于是上前帮忙一起用力 杰尼卡拾起一根铁棍去撬铁门 电梯内究竟藏着什么 男人尽不顾自身安危拼命营救